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有请雅玲的两个孩子 这真是大姑娘了 好漂亮啊 大家好 我叫马木恩杜娃 今年11岁了 来自黑龙江 我的爱好是唱歌 跳舞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马木恩杜娃 我今年7岁 我来自黑龙江 我的爱好是打篮球 谢谢大家 我感觉两个宝宝 马上就要展示才艺了 尤其我们漂亮的大女儿 说我爱好唱歌 接下来唱歌一首 有准备吗今天 有 哦 还真准备 你真准备 我只是爱好唱歌 心爱好唱歌 干净不奏 你爹 你爹 我做了 我今天是有什么样子 我宝宝 爱对家庭的渴望 我觉得是深深地在女儿心中的 她其实挺懂事的 就有的时候我如果 有的时候也会就头疼啊 或者什么的 然后她就给我冲蜂蜜水 然后端到我的床前 也学会照顾妈妈了 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 下班到家都八点半了 就特别晚 她虽然不会做饭 但她就给我煮了一袋面 然后我就觉得 我女儿还是很关心 她怕我到家特别晚 然后吃饭也晚了 还是挺软心的 女儿其实也有想 跟妈妈说的话是吧 你今天想跟妈妈说什么吗 我们两个在这十几年里 也发生了很多矛盾 然后你对我来说 也算是就是既当爹 然后又当妈 然后呢就是感谢 你在这十几年里把我带大 还有就是可能在这十几年里 我们也发生过挺多矛盾 然后我还因为跟您的矛盾 然后一家出走 然后一夜未归 然后现在想想我那时候 可能就是真的有点无理取闹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也成长了不少 所以我希望就是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还是通 姐妹话的好母女 然后我还亲手 给你做了一个贺卡 我对妈妈的想说的话 妈妈你辛苦了 妈妈我爱你 妈妈加油 你是我心里最美丽的 然后里面就画了一个星空 五彩斑斓的 因为妈妈在我心里 是五彩斑斓的 不定时的变化 妈妈你辛苦了 其实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比起过往 因为女儿也大起来了 儿子也回到身边了